民嘴 名嘴無德 毀人輕易 台灣媒體環境 真的要任由這些所謂的名嘴 在媒體上肆無忌憚的 胡亂花言嗎 十幾天來網路不停的霸凌跟媒體 我覺得非常的無辜 把我所有的照片都拿出來 這樣子厭世 做一扣為了個人的利益 以執政黨勾結 欺負無辜 保護老百姓 明明你是當時採訪的記者 怎麼可以真言說瞎話 我也沒有辦法吃 也沒有辦法睡 撥張水 亂抹黑 傷害身為平民的 張淑堅女士 沒有人要接受我的申訴 今天如果我不出來抗議 誰會幫我呢 一個媒體人 怎麼能享有這麼多特權 為了跟執政黨交好 肝嚴淪為他們謊話的工具 成為他們政治的大屬 身為擁有第一次前的媒體人 良心何在 衝一口小點 道歉是不夠的 因為利用媒體罷你落實 罷你一個沒有外偷偷的聲音的人 你應該代表社會的道德與價值觀 秉持著公義去監督政府的施政 以原型機制 正確地發揮第一次前 不會應該成為特定人事的打索 更不該用話眾其種的方式 來捏造以事實不符的風向 試圖誤導輿論 我的父母親子如果我都還在 他們其實可以 張淑堅女士何故要面對這些 但如果不站出來 她說怕人家以後他不會 甚至覺得對不起一故的貨 我不會跟大家一樣 看著新聞頻段 心中對張淑堅女士 玩玩的不少 但除了詮責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呼籲全體公民應該站出來 好好聲援張女士 像做一口這種 先胡亂撥張水 五路被人人格 之後再道歉 然後被告敗訴的人 不管燈泡道歉幾次 賠了多少錢 都應該人家欠責 我相信台灣百姓會還我一個公道 我是新竹人 我是林根人 我相信 既然也會有什麼 我相信 既然是在台灣百姓會 我相信 今天是在台灣百姓會 有什麼 既然是在台灣百姓會 我相信 我相信 應該會有什麼 但這很容易